大家好,我是小胖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猴哥跟兄弟的第二场比赛 也是1月11号打的 他们两个总共打了两场比赛 这场比赛打的时间更长了 我感觉这场猴哥机会更大 上场比赛也是被兄弟给嘲讽了 最后就兄弟连放五个词号 空手放词号 嘲讽我猴哥 那猴哥这能忍他 对不对 干他 干他 干上第一回合 这两方还是朝着观察方这边的 武装官就来了 谈起某某 猴哥这边还是盘司武装 咒识加魔王 兄弟老一套 双血神秘式的花神家 第一回合的一个组合 哎呦这没卡个大金啊 怎么卡了个 这个要卡的是真不舒服 花神色也是选择架了一手防御圈 最长方 连环药卡是卡大金也没有用 哈哈 那卡紫星跟卡大金就一个意思了 呗 反正都得死 身上还有紫星预露丸的一个效果 就就就没了 连环金跟了一手 武装还是没了 小死亡再点魔王 因为这回没有平 因为武装官倒地了以后 队长方也不怕 关长方这边天地同兽了 直接就点你了 2020 破甲数 这叫碎甲数 不是破甲数了 对于兄弟来说 这种特技性价比会更高一些 连新建议开启 化甲数也没活到 你不知道他点你谁 所以还是活猴哥 两个叶罗叉 还有三个 下回合两个雪 什么也能动了 带走 163强行卡了个大金 再出163 那这个大金白卡了呀 直接被打出163 两个雪下去 魔王继续倒地 猴哥 这打兄弟咋这么费劲 有的兄弟们说是阵容的问题 也不是阵容问题啊 实话实说 我做这俩团队 如果经常看我 视频的小伙伴也都知道 没有三年有两年了啊 不光是这么一套阵容 猴哥之前也玩过 花果山加 那叫花果山加神木 也玩过 斯陀岭加神木 也玩过 大副老板的来了以后 也玩过大唐国标 猴哥是什么阵容都打不过兄弟 不是说阵容克制不克制的问题 跟这个没关系 这是个历史遗留问题了 也不是说就最近几个月打不过 之前就打不过 我只能说 是猴哥跟兄弟打 是输多赢少吧 而且是大比例的那种输多赢少 就不是什么死 打十场就四缸六 不是那种的 是那种 一九二八那种的 大比例的输多赢少 现在武装站起来 魔王也可以站起来 对两方老是平 是什么意思 给猴哥一个面子 应该是来守了一下 观察风这边 魔王宅的尸体 我感觉也是有这么一个可能性吧 化身色 先把武装和好 那这样的话 猴哥这个节奏也算缓得过来 对两方夜落差 已经是都没有了 后续 看猴哥怎么去打开这么一个局面 就见会三兄弟而言 就见会这个层面 目前而言 可以说是 吴晴依旧是老大 吊打这两个团队 就武神坛而言的话 吴晴人家经过八桥 猴哥是十六强 进的次数多一些 就这两个团队比兄弟要强 但见会这个层面还是 猴哥目前垫底 打不过无情和兄弟 三千五再带走一个 猴哥没了 两个血 什么消息 下一波 这波没问题 下回合 对战皇可以来针对一下 混战皇这边的化真色 都可以欺负化真色 猴哥这边最好 还是提前把化真色身上的小死王 给解掉 这是最稳妥的一个打法 有这个小死王在 中 哎呦这还众无魂 那武装 秘传 五千八 这个化身死众无魂 武装都有风险的 水口一万三 约乾坤 靠一个选手墨 武装这边有二座 小死王来了 这就是上一回合 无魂 给到对面的底气 看看虚迷能不能描死 哎呦差一口 没弄死 没给武装卡药 这回合没有人给武装卡一个药 那武装没了呀 稍微卡个大金 这武装死不了 不过还是那句话 你不知道对面他点你谁啊 对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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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曼金山 火焰伞 一把双眼现在化成死也没了 哎 他老是着急想把宽战红这边盘丝给罩出来 哼 那就撒谎他 就想欺负我猴哥 温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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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一个战敌,成本这么高的 好家伙,皮革普陀山 皮革普陀山这么高的成本 嗯,自动 完了,这魔王肯定要被劈死了 四个尸体垫 四个尸体垫 小死亡 换地厅 金青 解掉个小死 但整体作用不大呀 两个 你换地厅 换地厅也没有用啊 不是啊 金青也没有任何的意义啊 大死一去 现在我发现一个问题啊 就是猴哥想打出熊弟的这个磁行 都有点困难 那就是以前吧 虽然是也赢不了 好 能把兄弟的磁行打出来 现在啊 把兄弟的磁行打出来 都不容易了 好 他是个公的 带走一个宝宝 再带走一个地厅 再带走一个地厅 结束了 结束了 兄弟那边 他又赢了 他又赢了 很气啊 但是又很无奈 感谢大家收看 没有点关注的帮忙点关注啊 笑宝宝 你 可以的啊 你是 专业的 因为对面就一把笑里啊 他全对就这么一把笑里 所以 他就只笑了一下宝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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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